4.2弗宁娜最终流水确定福卡洛斯不如飞案建模那塔消息 火神体型调整4.3卡池终于公开 各位大佬好呀 4.2上半弗宁娜白竹的第四天最终卡池流水数据出来了 虽然微微下降 但依旧是在180万的高分线上 在超某音数据中 从首日下午4点超某音之后 一直到今天凌晨1点跌落某音 时间的话共有81个小时左右 按照周年庆的龙王流水作为标杆 这个81小时已经很高了 抛开某音双11不谈 就光对比两个池子 一个超抖音63 一个超81 抽取比龙王是4比1 伏伏是30比1 就可见抽伏伏的人气究竟有多高 对比前面的几位神级角色 1.0温迪是183小时 1.1钟离是43小时 2.2雷神是105小时 3.2草神萧宫是105小时 因为温迪作为开服前妻 水分较大 所以参考性并不大 总的来说 虽然弗宁娜不及雷神草神 但也是除了3月4日的夜兰胡桃之后的 最佳卡池流水了 只能说策划根本不会赚钱 下半那两位随便换一个上来武器池 都不至于这么读 要不是这次白竹太拖后腿 贡献不多的话 弗宁娜绝对是能冲到100家小时的 好消息是我们的老朋友 TC又出山了 还顺带讲了点纳塔的最新消息 火神之眼主题是太阳神 纳塔角色分别是 一罗莉五少女一成女两少年一成男 不知道还会不会新增 但是女性比例是要高于男性的 少女火神的皮肤是白色 既能玩毛的 有特殊位移 同时有特殊位移方式 可以跨越地形 武器两套 岩浆套和祭祀套 圣遗物应该两套 主题参考应该有大部分的南美洲部落元素 相关牵扯到了记忆与爱 不过战争之神好歹得是成语吧 应该是迪西亚那种风格 少女总感觉称不起战争之神这个名号 起码得来老阿姨吧 大家觉得呢 另外 神服的剑魔真不如就按好看 主要是神服没有把那个蓬蓬群设计出来呢 也难怪那么素 有玩家调侃说 米哈余我要这个 单独放卡池里 让我抽都行 4.3卡池 早期已经预测为 纳维亚 加一斗 加阿贝多 加雷神 加灵华 五选四 现在最终确定下来了 4.3真卡池式 上半纳维亚 加一斗 加夏沃雷 下半是阿贝多加雷神 整个版本卡池流水 只能看到是纳维亚 抽一斗的肯定不会多 而且还需要搭配专五呢 还不如直接缩哈 在纳维亚身上 下半场明显是粪池 虽然 雷电将军人气很高 但是复刻多次 该有的玩家都有了 而且玩主C还刚需两命 阿贝多这个限定五星是陪跑的 别抽 不过反而武器池 有点点乐观是绿剑加道光 这个武器池出哪个都不亏 当然最有用的还是绿剑 它的价值远大于物切 从这个角色池和武器池来看 其实流水已经猜出来了 四个全部挂零 超抖音零小时 大家插眼吧 后续和我清算 最后则是纳维亚 夏沃雷实战演示 只能说黄豆果然也是三体人 Q是全自动追踪导弹可还行 大家先欣赏下吧 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 这次马上轮轻轻轻 defined 这里要温査轻轻轻轻轻月 好